一片大石,兩面國旗,三世紀的主權爭議 絕對不是西班牙,我們是英國民族,我們是全國民族 未遍英國殖民地三百年前原本屬於西班牙,西班牙一直想收回 但這裡的人不肯 我會恨看到西班牙變成西班牙,因為神明知道 不少人相信他們的命運可能和山上這些猴子一脈相連 來到猴子的世界,你不可以和牠靈距離,要和牠保持一定距離 因為這裡是牠主場 世界靈距離今集帶大家到歐洲南部的直布羅陀 去直布羅陀只可以經英國轉機 我們由倫敦出發,不用三個小時已經看到直布羅陀的地標 就是這塊大石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這麼大石 降落機場,馬上考考你 知不知道為什麼有人形容直布羅陀機場是世界上最親民的機場呢? 直布羅陀和香港一樣,寸金尺土地盡其用 現在看到這條,機械行人路,也是高速公路,還是機場跑道 沒有飛機升降時,人車都可以照樣用 這條跑道不夠2000米長,降落時要急停,好考機師功夫 直布羅陀位於西班牙南面,是現存少數的英國殖民地 直布羅陀海峽是來往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必經航道,可謂兵家必爭 18世紀初,英國派兵幫西班牙打內戰,乘機要求各樣直布羅陀 西班牙很想收回,但直布羅陀人分別在67年和02年的公投 選擇繼續由英國管治 Gibraltar voted to retain its links with Britain with a decisive 12,138 votes 西班牙只得了44 votes 1997年本台採訪隊到直布羅陀拍特輯 英國剩下的少數殖民地只一直布羅陀,人口只有3萬 當時的主角Freddie,是一間英國博彩公司做經理 他和絕大部分人一樣,支持繼續由英國管治 I would rather say that over my dead body would I want to see Spain take over the road I would mean that 他在家附近的樓梯級圖上英國旗,已是效忠 上隔17年已經和他失去聯絡 我們很想找回Freddie,看看他對英國殖民管治的態度有沒有改變 來到直布羅陀,我們第一件事不是去銀行搶錢 也不是去買電話卡,更加不是去酒店放下行李 而是去找Freddie,尋找Freddie的故事,現在開始 我們嘗試碰運氣,拿著當年Freddie的訪問片段 給接待我們的旅遊局職員看 You know Freddy? Oh yes definitely I know Freddy since I was 15 My nephew is a boyfriend of his niece 直布羅陀真是小,他就這樣問到Freddie的電話 Let's see if he's at home 打通了,真是Freddie,事不宜遲,出發 I'm nervous I wish I could speak Chinese to tell you how excited they are Please come up 我們和Freddie一家人看回當年的訪問 十幾年過去,Freddie那顆英國心依然沒有變 My sense of Gibraltarian, British Gibraltarian pride If they had me in the army to defend Gibraltar I would be the first to put my name down Oh absolutely yes 他的兒子Sean也由當日的小孩長大成人 自小聽爸爸說殖民歷史 和爸爸同一陣線 對於外界形容西班牙想取殖布羅陀 他就請西班牙姓檸檬 Freddie太太是1972年直布羅陀小姐選美冠軍 她代表直布羅陀參選世界小姐時 西班牙小姐曾經向大會抗議 雖然Freddie一家心在英國 但他們和很多直布羅陀人一樣 生活不太英國化 雖然Freddie一家心在英國 在家裡說西班牙話 飯菜是南歐風味 生活習慣和西班牙比較接近 但就堅持不肯做西班牙人 直布羅陀街頭一片英鄰風 油桶、電話亭、警察制服都是英式 直布羅陀的貨幣和英鎊也是一對一 這裡的人為何沉迷英國呢? 世界靈距離今集 帶大家來到直布羅陀大街 看看這裡的民眾怎樣看主權爭議 我們會在這裡做一個簡單的文調 看看他們想繼續由英國管治 還是交回西班牙 If you think Britain? or you think Spain? That's a very straight question That is the nationality that I am,British right? Britian or Spain? Come on Not Spain Defintely Oh, not so bad No way, that one Oh, Britain for sure No doubt about that We've always been British and we want to remain British 短短幾分鐘,問10個,10個都選英國 直布羅陀居民擁有完全英國國籍 和香港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不同 他們擁有居英權 亦都是英國的選民可以參加英國選舉 直布羅陀當年是英國的重要海軍基地 直布羅陀有難,英國全力支援 直布羅陀罕災缺水,英國即刻送水 直布羅陀政治經濟實力不夠 民眾明遠做靜民地都不想獨立 明明大部分人有西班牙血統 為何不願意回歸呢 1969年,西班牙不允直布羅陀 以公投否決回歸,下令封鎖邊境 名其名其中,Gibraltar guards sang God save the Queen in the pouring rain 边境大集一山16年 西班牙通往直布罗陀的绿路物资供应中断 电话通讯亦都被截断 不少家庭尝此分隔两地 这段历史 很多直布罗陀人到现在仍然放不下 而现时的西班牙也都没办法令他们放心 因为西班牙现在在变化 新仇旧恨一匹步那么长 西班牙去年批评直布罗陀收建人工余礁 倾倒石屎入海影响西班牙渔民的生计 英国就指责西班牙民警船多次闯入直布罗陀的英属水域 直布罗陀和西班牙的争议多 但两地民众的往来很频繁 不少西班牙人喜欢到直布罗陀买一些在西班牙出品的东西 来到直布罗陀的购物区 你见到最多的店铺不是卖珠宝金色 亦不是卖什么电子产品 而是卖煙、卖酒 这里一间 这里又一间 走几步又多一间 西班牙人专程来买西班牙煙酒 因为直布罗陀的税率低 那是22元 在西班牙 38元、40元 但他们是从西班牙 他们是从西班牙 直布罗陀的地址是试验基地 西班牙说前年在边境查获超过70万盒试验 直布罗陀摺让西班牙边境有三支旗杆 上面旗分别代表欧盟、英国和直布罗陀 大家不要以为我眼大看过龙 看漏了最远的那支西班牙过旗 那里其实已经属于西班牙境内 观察两地 关系的其中一个指标是口岸的车龙 直布罗陀人说 几十年来西班牙都喜欢在过关问题报复 去年双方关系紧张 西班牙就加强检查关口 原本不用半个钟过关 变了要三、四个钟 走过关也不可以幸免 他们不在乎 孩子、老人、老人、疾病人 他们会让他们等待 有时半个钟 想了几天 我们趁着天气差 人车比较少 过西班牙那边看看 刚才不断披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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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从哪里放过来的 今天是假期的关系 两个人往来都很少 所以就很快就过来西班牙 我们已经到了西班牙 这里是西班牙城镇拉厘 由于物价比较低 以往直布罗陀人整天来消费 现在很多人怕过关浪费时间不再来 在直布罗陀做海关的香港人批评 西班牙选人不利己 令人拗了头 我觉得最受伤害的就是他们自己人 因为我们直布罗陀是employed 10千个西班牙的员工 所以如果他们做这些Q 那是直接影响他们自己人 西班牙就解释 边境搜查需要时间 是因为要打击走私 英国曾经向欧盟投诉 欧盟就裁定西班牙有权检查 说到直布罗陀和西班牙的欣欣怨怨 不可以不提一个和猫有关的传说 下一次再说